大家好我是KPON 現在在我手上的就是HTD最新推出的VR眼鏡 叫做Vibe Flow 這款眼鏡跟之前他們推出的頭戴式的VR設備比較不一樣的是 它採用一個比較輕巧的設計 它的重量比較200克 所以說在佩戴上面是會有比較輕巧的一個感受 相關的規格其實底下資訊欄會有一個比較完整的報導 大家可以去看文字版的 那我這邊主要是剛剛有短暫體驗了一下 這款新產品 那來講一下短暫體驗之後的我的一個感受 跟這個產品實際拿到手上之後它的一個感覺如何 首先我們還是來看到這個產品的外觀的設計 從這個外觀設計你會覺得它很像是那一種 就是很像護眼眼罩那種比較輕巧的感覺 跟我們以往那種所謂VR頭盔那種比較厚重的感覺是非常不一樣的 旁邊這邊可以看到它是有點像眼鏡的鏡架 那實際上你在佩戴的時候 它會夾住你的頭的兩邊 這個穩定性當然相對於那一種整個頭枯式的這種VR眼鏡來講的話 它的穩定性我個人是覺得比較沒那麼好的 所以說假設今天在玩動作比較大的遊戲的時候 它可能會比較容易晃 或者是說你的鼻子或者是出油或者是比較塌的話 它也比較容易有滑下去的一個風險 但是相對來講的話因為它重量也比較輕 所以說它的這種對於鼻樑的負擔它並不會這麼的重 後方這個半開放式的設計 包括你坐在沙發上或者是躺在床上你在使用的時候 它也比較不會有那種卡卡的感覺 我覺得算是有利有弊的一個設計 那正面的部分它採用一個鏡面的設計 這個技術來自於他們之前做手機所謂分光混合成色技術 就是說這種亮面的然後會有多色彩的一個感覺 上面還是有實體按鍵 這邊是音量鍵 然後旁邊這個按鍵你在使用VR的時候 你點兩下它可以去透過前方 這邊有兩顆鏡頭 它就可以去看到外面的一個環境 那轉到裡面可以看到它的一個目鏡的部分 這一次它的目鏡它是可以去調整區光度 可以看到這邊有左右眼各有六個刻度 那每一個刻度就是差不多100度左右 也就是說今天你的鏡視如果是左右眼 差不多350度或者是400度的話 你就把刻度轉到3或4 差不多就是一個這樣的概念 相對來講的話 因為它重量輕 然後加上可以內建調整區光度 所以尤其對於配戴眼鏡的使用者來講 以往我們可能會比較吃虧一點 但是在這款產品上面它的使用體驗 配戴感會比較舒適一些 然後這個眼罩的部分它是布的材質 所以它是比較服貼的 然後戴起來也是滿舒適的 然後你要去更換的話 它是磁吸式的 所以你可以這樣拿下來 拿下來之後也會比較好去調整這個區光度 然後你要水洗或者是去更換 也都是可以的 然後使用的時候它磁吸式的放上去 它就馬上去做到定位 所以整個使用上面其實是還滿單純的 然後裡面也可以看到它有這個接近感應器 還有包括這邊有一個一排孔 它其實是散熱的風扇 那包含它這個機體本身的散熱 還有說它會吹向使用者會有這個風 所以你在佩戴的時候呢 你的臉也不會這麼的悶熱 可以提升佩戴的舒適性 然後在鏡架的右邊這個後面呢 可以看到連條線出來 它其實是去連你的外接的行動電源 所以說其實這個產品它裡面是沒有內建電池的 它必須靠外部供電 那不管是你連接行動電源 或者是說你直接去連接手機 去讓手機去幫這個產品供電都是可以的 甚至你也可以去另購它們的額外的線材 透過行動電源呢 就可以同時替手機跟Five Pro來進行供電 那如果你要外出收納的時候呢 它這個鏡角這邊呢 其實也有做關節的設計 就像眼鏡一樣去把它摺疊起來 它有一個收納盒 一個膠囊狀的 直接放進去它也是很好攜帶 整體來說這個產品從外觀上面來講 我覺得它的質感不算太差 但是塑膠感也是滿重的 它大量採用這種霧面的塑膠的話 它其實也是機身本身相對比較容易保養 但是在正面這個鏡面的部分 包括指紋什麼都還是滿明顯的 那接下來我們來講一下 它的一個所謂VR體驗的部分 這次它內建的螢幕是兩塊 總共3.2K 它一塊螢幕的解析度是1600x1600 那更新率是75Hz 整體來說相對一些比較高階的產品來講 它的規格是稍微有比較低一些 你實際上在使用的過程裡面 透過這個目鏡 你也可以感受到所謂 隔榨效應的那種 比較像素點的那種感覺 透過這個視窗 它也會相較於一些 高解析度的VR裝置的話 它會稍微比較明顯一點 那這個主要影響就是在於說 你在玩遊戲或是看影片的時候 它的清晰度 還有它所謂殘影的現象 相較於一些高更新率高解析度的產品的話 它體驗會稍微比較差一點 接著我們講到操作的部分 這款Viveflow比較特殊的是 它手批並沒有去推出所謂的專屬控制器 那以往各家推出的VR裝置 不管是高階或低階 我們一般來講都會配備所謂的 專用的實體遙控器 那這個在Viveflow上面 它去選擇去跟手機去做一個整合 那透過在手機上面安裝專屬的應用程式 你就可以透過藍牙 讓手機去跟Viveflow去做一個配對連接 然後你就可以在手機上面 透過觸碰不同的位置 還有結合手機的這個重力感應器 方向感應器 去做一個指向 滑動選單的一個操作 或者是說點選上頁下頁 或者是說去做選擇 都可以透過手機來做操作 實際體驗上面來講 我覺得還是會需要一點學習的時間 但是不會太難 那相對於專用的控制器來講 我覺得主要的差別是在於說 專用的控制器它有實體的按鍵 所以說你在操作上面 比較不會有那種摸不到手感的感覺 那如果你今天是只是用來單純操作選單 或者是說你去看一些影片 或者是像他們力推的一些 什麼虛擬美術館之類的應用的話 其實我覺得透過手機來進行操作的話 它的影響並不會太大 那主要的一個比較大的影響是 可能假設你要又透過這個裝置 來玩一些VR遊戲的話 那這個影響可能就會比較明顯一些 好那我們最後來總結一下 我對於這款產品的一個體驗的心得 首先在外型方面的話它就是非常輕巧 配戴感呢是滿舒適的沒有壓迫感 但是穩定性呢 我覺得如果你要做機業操作的話 它可能會有穩定性的問題 然後在視覺上面的體驗的話 它是比較...算是比較入門的一個感覺 包括它的清晰度 包括它的更新率 都是比較低的一個配置 所以說你在玩一些高速的遊戲的時候 它可能就比較沒有那麼的適合 它也是比較適合就是說 在家裡面輕輕鬆鬆的 可能你用來看一些影片或是幹嘛 這種比較輕量化的使用 會比較切重它的一個設計的初衷 然後再來就是控制的方面 它是透過手機來進行控制 那這方面的話初步體驗 我覺得在基本的一個介面操作上面 它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但是如果今天對應到的應用 它有比較複雜的操作需求的話呢 那可能還是有必要 去搭配它的一個專屬控制器 那這個專屬控制器呢 雖然目前是沒有講 但是我聽說之後呢 也是會推出 但是可能就要另購了 那如果有這個需要的人呢 可能到時候這就是一筆額外花費 那講到花費呢 就講到這個產品比較大的一個痛點 就是說它的一個價位呢 單機的售價 新台幣來到將近15000塊錢 在這個市場上面呢 直接的競爭對手 我們可以想到的就是 Oculus的Quest 3 這個價差其實是有點明顯的 包括Quest 3它現在入門價 可能不用1萬塊就可以入手 那有這個將近5000塊的一個價差的情況下面呢 要怎麼去說服消費者去選擇 Vive Flow這樣的一個產品呢 我覺得是廠商它必須要去客服的一個挑戰 好那再次呢 這個全新的VI眼鏡Vive Flow呢 就幫大家介紹到這邊 不知道大家看完之後呢 有什麼樣的想法都可以在底下留言區 大家一起提出來討論一下 那有任何的問題也可以在底下留言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呢 也歡迎幫忙按讚、訂閱、分享以及開啟小鈴鐺 我們幫忙往下見 掰掰 會不會 你可以立財 屁股 有